南军内部这次为了总统候选人 内部陷入了内战 不过最热门的两个候选人 一个是韩国瑜 一个是郭台铭 两个人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汪浩大哥怎么观察 那今天上午郭台铭 他因为参加一个马英九主办的研讨会 他做了一次一个主题演讲 是讲这个中美贸易战 和台湾的应对的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应该怎么应对的问题 那我先打个唱 郭台铭今天脸书也有回应 然后也有公开的谈话 他讲到美中贸易战 是台湾的good timing 他说台湾获利 美国达标中国转型成功 如果美中台三民的话 可以联系串联东亚供应链 这个是郭台铭今天回应 经济议题最新的说法 是 那我有对这个问题 做一个讨论 我想三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过去30年 郭台铭个人成功的经验 是建立在美国 把中国拉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 那么郭台铭在中国投资 利用中国的便宜劳动力 来作为一个代工 然后把产品生产出来 卖到美国 这是他成功的经验 这个是没错的 但是最近这两年 美国跟中国的新冷战开始以后 将来美中科技战 是要实行兼壁清野 美国的最重要的高科技 是不可能允许你在中国生产 然后让你一个鸿海企业 把两边的最新科技连接起来 然后让美国的高科技 可以泄密到中国那样一种 哪怕的可能性 美国人都不可能接受的 那么在我看来 这个过去这个 郭台铭成功的经验 没有能够适合 现在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发展 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是错误的 而且过去郭台铭富士康的成功经验 也不见得适合未来台湾的产业发展 这个也像过去我爸我妈 这个40年前可以买块地盖房子 现在台湾的年轻人谁去买块地 那个买个小房子买个小车 我也都买不起 就是说40年前的经验 不见得现在OK 更不见得适用未来 对 尤其是像你郭台铭这样一个状况 你的身家的75%在中国 只有3%在台湾 你用的人85% 90%是在中国 只有1%在台湾 你在这种情况下 要作为一个台湾的总统 来让台湾的产业 让台湾的整个政治外交 要融入到 在中美大战的这样一种状况下 要把两边连起来 你好像两头讨好 两头赚钱 两头用一个不好的电话 叫double agent 两边都在做代理人 我觉得这个是很天真的想法 这个是未来不容易执行的方向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你觉得是不可能发生 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一种 两头讨好的这样一种商业战略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他今天谈话中有提出一个很 很特别的 有想象力的概念 就是说他要带领台湾农民 特别是他说优秀的台湾农民 跟着他一起去美国中西部投资农业 利用AI科技来帮美国提升他的农业 也许在美国中西部种了大豆 卖到中国去 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 实际上完全不能解决台湾本地的农业问题 因为台湾本地有100多万农民在种地 你让他们台湾本地的地不种 跟着你一块去美国种地 我不知道这个概念哪里来的 过去30年郭台铭投资中国 在中国发展产业链 有多少台湾工人跟着他去中国 能够挣到钱发了大财呢 实际上是没有做到 现在他在鸿海在台湾 一共只雇了8000人 他在中国有80多万人 你先别讲农业 你就把那些在中国的工作机会 搬回台湾能做到吗 他也是做不到的 因为毕竟这个产业链的 和这个具体的工业成本的不断变化 所以他第三个 他今天又再提出 他专家参选总统的目的 是为台湾年轻人制造机会 要给台湾年轻人带来未来 不用讲这么多 你先把工作机会带回来 对吧 你先把这个你在全球的投资的 这些工作机会 能够搬回台湾 创造台湾实际的工作机会 你才能够说服台湾年轻人 相信你 你是在为台湾年轻人着想 因为他现在 今天他的讲话 提出来的这些战略 都是在我看来是一个 我在两树上说他是向竞选全球总裁 因为他提出的这个所谓三个目标 要帮这个台湾获利 美国达标 中国转型成功 这三个事情他一个人同时要帮忙做到 我们台湾人要选的是台湾总统 你把台湾事情管好就好了 美国获利 中国这个转型成功管你什么事情 王豪大哥 刚刚看到的是郭台铭今天早上 在经济论坛当中讲到美中台的战略 台湾获利 美国达标 中国转型成功 那三大这一个战略 可能为年轻人创造未来 他还讲了一段话 特别写在细节的脸书上面 他说美中贸易战未来 对台湾经济的机会跟挑战 他说美中贸易的压力之下 中国市场不只会更开放 而且会有惊天动地的开放 中国市场将开放给全世界 问题是我们的台湾 我们的中华民国 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这个是他对美中贸易战之后 未来中国市场开放的预测 然后他还讲到 这个工业革命之后 下一波革命是5G 那5G的年代 台湾各行各业 如何整合资讯科技 是真正经济议题 未来发展的这一个方向 对 郭台铭确实是在国民党的 四个总统候选人中间 这一阵子特别的 对于国家大政政策 提出比较详细的 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在这一点上 我是觉得他 真的是做得不错 我也是觉得 像韩国瑜 因为他是草包 所以只能说一些空话 但是郭台铭确实是 很具体的在谈政策 那从他的这个政策的角度来讲 我是他每天的脸书 这些都有很仔细的在阅读 我在想他确实是 从他的出发点和他的个人的经历来看 他是台湾当然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他对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 能够这个融入全球化产业链的这个角度 他得到了个人巨大的成功 从这个角度他要想把这个经验回馈给台湾社会 应该是出发点是不错的 只不过我觉得他对于这个今后一段往前走 这个中美冷战的新冷战的一个新格局 我觉得他的认知是错误的 那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就是 中美新冷战是一个政治军事外交 科技的一个全面冷战 那特别是在科技竞争过程中 那么在这个竞争过程中 美国是强烈要求 包括台湾在内的全球产业链的一个调整 他自己也承认在今天的演讲中说 在对于关键核心的高科技 美国是要求这些生产线撤出中国 然后可能搬到台湾 可能搬到东南亚 总而言之不能够在中国被控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可能被迫有一个选边站 因为台湾的情况是很清楚的 就是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 是要消灭中华民国的 是要统一台湾的 美国没有说要消灭中华民国 统一台湾这个问题 过去70年台湾之所以在经济上 政治上文化上的独立存在 是因为美国对于台湾海峡和平的一个维持 台美关系法这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郭台铭希望通过他当总统 来调和中美的竞争关系 说我要连接中美的高科技竞争的产业链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天真了 但是实际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而且是对台湾实际上是有危害性的 因为会让美国觉得你这个整个台湾是不可信的 我如果美国把我的这个高科技的技术 和我的产业链放在台湾的话 你明天转手就把这些技术和这些秘密 转交给北京了怎么办 所以其实商业周刊跟天下杂志 都曾经追踪过台湾的相关的伺服器 或者是资讯安全相关的监控产业 现在都分过两个阵营 一个是中国阵营 一个是美国阵营 然后美国阵营他就得离开中国 然后去寻求他产业供应链的生产制造跟供货 所以最近有很多台商回台湾 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些业者 然后有一些台商 他确实也两边都选择 两边都压保 他可能把他其他某些子公司 然后放在中国大陆 然后那个就变成中国的供应链 所以过去台湾确实有一些厂商 当你同样代工竞争业者的时候 你可能实际上母集团是同一个 然后你的子公司分成两家了 然后这一家可能去供中国的供应链 然后另外一家可能供美国的供应链 那过去在美中关系不是这样紧绷的时候 这些台商会被默许 可是你的观察是 未来要走这一条战略并不容易 对 因为过去三十年四十年 美中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是美国希望中国和平演变 美国希望拉拢中国成为 它的全球产业链的一个一部分 希望鼓励中国改革开放 所以美国把中国看作是它的合作伙伴 但是现在美国不这么看了 美国把中国看作是它的竞争对手 是敌人 所以美国是不希望 它的最关键的高科技的竞争 通过中间台湾的这样一个 产业链的一个连结 技术全跑到中国去了 这个对美国来说是 是一个巨大的他们要担心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以前你说我脚踩两只船 我两边都要挣钱 商人无主国 这个是可以的 商人无主国 但是总统不能无主国 你要当台湾的总统 你要把这个立场 谁是你的朋友 谁是你的敌人 这个问题要搞得很清楚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郭台铭对于中美竞争的 大格局的判断是有错误的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